第二个三题 酶在氧气中燃烧的反应是为2mg加O2生成2mg 若要持酶与氧气反应时完全消耗完毕 则酶与氧气的莫尔素比或质量比因为何 我们晓得我们方程是写作2mg加上O2生成2mg 均衡系数比就是莫尔素比 所以就表示2mg的酶加上1mg的氧 会产生2mg的氧化酶 所以他们完全反应的莫尔素比 莫比氧是2比1 所以我们的选项A跟选项B都是错的 应该是2比1 那么接下来就是问质量比 那么一莫尔的质量就是原质量或分质量 我们的莫的原质量是24 有两莫尔的莫 所以乘以24就是有我们的48公克 那我们的O2是分质 那么O的原质量16 O2的分质量32 那么现在的一莫尔的O2 所以1乘32就是32克 所以我们的质量比就是48 比上32 也就是除以4就是12比上8 那么再除以4就是3比上2 所以我们的选项C是对的 选项珠是错的 第23题问我们说 则梅与氧气的莫尔数比或质量比 因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C 梅与氧气的质量比为3比2